全程热化 为你消化 Capital 958 城市频道 资讯第一台 这里是上午11点的快报60秒 我是琪琪 我国推出智慧国2.0计划 包括成立新机构和制定法令 杜绝网络伤害行为 援助和保障受害人 这五位人工智能科研计划拨款 一亿两千万元 推进人工智能在多个科学领域的运作 伊朗表示对以色列的报复空袭行动已结束 不过如果以防反击 伊朗会做出更强烈更有力的回应 墨西哥当选总统新豹姆宣布就职 成为墨西哥首位女总统 台湾的台风山陀尔减弱为中度台风 预计晚间会登陆台湾西南部 全台今天停工停客 以上是上午11点快报60秒 60秒掌握新闻资讯 快速精简播报 准确及时摘要 你可在Capital958城市频道收听 并同步在8频道和MeWatch 收看快报60秒 我们下期再见